文化財政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 報告案 案1 設定補擊大道城 油環防空續垂時展示方案 結論 本案原則同意被查 後續請醫委員一件收證後再送文化局檢視 案2 台灣銀行管理之文化警官 姚明山 宿舍群在用現況報告案 結論 本案同意被查 第一 項鍊三點方向辦理後續 第一 為加強當地與環境衛生請 公務局協助下水道分支管網的固設 有關用戶接管部分 醫會儘量協助各用戶辦理 二 有關交通問題請台營提出該區整體規劃 包含警車及各種鼓勵 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之構想 由文化局主政協助台營邀吉 交通局等相關機關審視 完成後送文智慧審議 三 文化警官地價稅及免是全面性的問題 涉及財政稅捐地震等範疇 請文化局邀請相關單位也上後再專案前半 審議案案1 中正區台大醫院西紙 郭爐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保存方案同意台大醫院所提方案2 郭爐市洗衣房全部重組保存於原址東南側 煙囪重組於東南側 其餘公告事項提報下次委員會審議 案2 南港區台電中心倉庫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指定南港台電倉庫 為赤市定古蹟 有關公告事項及指定理由 請委員參探書面資料 案3 市定古蹟 知山野會技工 應設置無站電梯 提報移植發掘計畫審查案 結論 同意通過移植搶救發掘計畫 2 有關電梯設置規劃請會技工 1 移植發掘結果 及知山岩周邊警官規範規劃設計 並請文化局都發局協助廟方檢視 再提送本委員會審查 案4 清古籃球場 歷史建築登陸理由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有關公告事項及登陸理由 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以上宣讀 好 針對上次的會議結論 各位委員有沒有修正的意見 好 如果沒有 我們通過 審議案1 案由 市林區元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市林區元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請審議 以文資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 古籍指定及廢止審查案法 本案前於105年9月15日第85次文資會提案 結論為市林國小圖書館及中山堂 文資案後續分兩案審議 其中圖書館及本案原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經委員建議以指定古籍提案討論 業務科檢要報告辦理情形 本建物原為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目前為學校圖書館 經民眾提報後列冊追蹤 並是林國小於105年6月 韓宋古籍指定或歷史建築登錄申請表 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審查事宜 本局於105年7月6日 邀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辦理會刊 結論初步認定本建物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續送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 文化會審議 有關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其委員享樂書面資料 本案地極地形圖 會看當日照片 照片上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現在人保有當時的建築本體 以及圓拱窗伏壁等 有關八季蘭工學校的門柱 目前是安置於圖書館門口 東道的正前方 然後講堂的內部現在作為圖書館使用 但也還存有當時的舞台及後台的部分 有關原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登錄 因士林國小的校史記載 他的創建年期是西元1916年 登錄範圍之意影響評估 本案為建物跟土地都為室友 然後是學校用地 管理機關據保存意願 八季蘭工學校門柱的部分建議納入本案保存範圍內 本案擬請同意指定原八季蘭工學校講堂為本市古蹟 名稱原八季蘭工學校講堂 種類其他學校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市林區大東路165號 古蹟定住土地及D號及面積 建物坐落於台北市市林區光華段二小段55D號部分 建物為光華段二小段21369-6建號 建物總面積為367.71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實際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市林國小前生身為社羽之山岩開張聖王廟內之之山岩學堂 為日據時期之初1895年全台最早設立的學校 後改稱為國語學校第一附属學校 與八季蘭工學校 1904年新校舍落成後 八季蘭工學校簽至縣址 本建築新建於大正五年 1916年至專教校舍 是目前校園內唯一流存至日據時期縣址 建政市林國小百雲年學校發展歷史 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建築為大正時期盛行之紅磚建築式樣 目前仍保有原有的建築本體 圓拱窗 伏壁 舞台等 具有重要的價值 講堂前方八季蘭工學校史代之門柱 亦為學校的重要史基文物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124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建築本體及八季蘭工學校門柱 本案提起委員會審議 必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有古今的管理人代表來嗎 有 那個市林國小跟那個王理長都到 好 再一次 好 委員 那個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我剛剛有看了就是我已經決定要古蹟了對不對 好 那就很開心了 沒問題了 因為我們最近在推那個知山野景觀管制 在談到羽農路的那個參道 既然有居民都會說 為什麼你們要回到日治時代呢 那你們要回到日治時代去統治嗎 就是有很多很歇斯底底 已經無法理解這些文化的一些市民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要保留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 因為這樣他們才不會在視覺景觀上說 你們要保留什麼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都感覺不到了 以前這邊的參道是六米 我們現在竟然已經變成四條馬路了 你們還要我們退縮變成十四名 那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就是保存為古蹟 真的讓他們有這種歷史感 好 謝謝 另外我又要發言嗎 市民國小 來 市民國小 因為我們學校的立場就是 如果說他有那個文物保存的價值的話 那我們當然是很樂於就是把他保存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理事長跟消防的 意見 那現在我們請委員來做意見 還是很舒服 好 下一位 關於指定理由的部分 我想 第一段的文字稍微修正一下 市民國小全身為資山岩學堂 出色於資山岩開展聖華廟類 這樣畫得比較好 我的畫好像是廟裡面的學校 這就是廟裡面的學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一件 我們當時到學校去看 有很多的文物 最早的一些 最初始的文物 那當然這個不在這個古蹟時期範圍之內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附帶的學意 就是說他這些 這個一些文物非常重要 都是最初的 像有一些像任命令 或者學校的一些文稿 都是最初的 我記得在桃園 他們把學校有一些最初的文件 都已經把它登錄為重要文物 或者是我們講這個古屋 紀念 不是紀念 它就是屬於古屋縣類的 古屋縣類的 那應該是古屋類的 古屋類可能是另外一個小組才有整理 那當然他們東西太多了 需要有人協助他們做的整理 整理的話 我們看折一些重要的話 我們來登錄為重要的國屋 我們來俄國國屋 好 以上 謝謝 好 那麼其他委員的意見有沒有 來 其他方 剛剛委員提到有關於那個古屋的部分 我們其實已經有整理一部分比較珍貴的 日治時代的一些 就是那些點擊的資料 那已經有發文提台北市立文獻館 那文獻館有排定1月24號早上 會到我們學校去審查 所以這部分我們學校已經有提出來了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也是我們文獻館應該要做的工作 好 謝謝 還有沒有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要照薛琴老師的意見 來做文字修辱 然後這個案子通過 好 下一案 審議案2 室林區原室林工會堂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室林區原室林工會堂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起生意 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八條 歷史建築登陸廢址審查及補助办法 本案目前为士林国小内的中山堂 目前作为办公室及会议室等使用 经民众提报后 列色追踪 士林国小并于105年6月13日 寒宋古基指定历史建築登陆申请表象等局申请 审查事宜 本局于105年7月6日 邀请委员办理文化资产小组会刊 结论本案介入经委员综合讨论 认定局文化资产价值 然后续送文字会宣语 专案小组委员意见 请给员参阅书面资料 本案依105年9月15日 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第85次会议结论 士林国小图书馆中山堂 后续分案审议并补充中山堂相关历史资料 后续本局经查找相关史料 暂时没有直接提到本案建物直接的创造年期 但是目前找到最早资料是昭和4年7月1929年 台湾日新报已经有出现士林工会堂的记载 故建造时间可推估至1929年之前 本案地基图 本案建物是位于大东路跟福德路交接处 当日会看照片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 就是它还保留当时具有特色的门厅 以及室内的部分 原市林工会堂文化制裁评估报告 登陆范围影响评估 本案的土地跟建物都为室友 管理机关也有保存意愿 本湖交通局在105年4月10 韩市打造第二条中正路计划 经评估不致影响校园内图书馆及中山堂 你办 你起同意登陆原市林工会堂为本市历史建筑 名称原市林工会堂 种类其他公共建筑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市林区大东路145号 历史建筑及其所定做土地之低好景面积 建物坐落于台北市市林区光华段 二小段55低好部分 建物为光华段二小段21369-12间好 建物总面积1019.97平方公尺 实际保存面积需以实际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 登陆里有及其法令依据 原为日据时期市林工会堂 为人民团体学校社团等举行各种活动与交流之场所 呈现出当时社会发展状况 同时也是见证台湾早期公民意识提升之场域 本建物占后座为中山堂 曾为当地联合授克制空间 留存当地居民生活之记忆 在国民教育推广历史与在地认同上 具有价值与意义 建筑于1929年前完成 虽经增改建 但仍保存建筑墙体部分门扇与开窗 入口门廊 车技 保有原貌 可呈现出昭和时期工会堂建筑之特色 符合历史建筑登陆废纸审查及辅助办法 第二条第一三四款评定基准 保存范围全栋建筑 本案提起本院会派审议 第一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校方要不要只能注意意见 我们就是我们学校一样就是愿意保留 就是愿意保留那个振动建筑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委员来陈述 来 郭老师 事实上内装已经改了很多 有没有可能未来请教育局 可以优于编练一些预算 对于你们内装啊 照明啊 会有一些管线的收纳会比较夥合 历史建筑的规模 好谢谢郭老师 其实因为刚好也有提到我们学校服务的保存 那我们学校其实有三管 那目前就是 当然因为学校金费的关系 那个保存的环境其实不是很好 那空间也不足 那刚好就是12月31号 市长有到我们学校市场 那当初就是也有去看我们的三管 那有就是我们校长有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下午就是 其实教育局文化局 另外在我们学校也开了一个会 就是说有可能如果说有通过的话 我们会把中山堂就是会做 除了内部的整修 那外部可能也会希望做一些局部的修复 就是历史建物的标准 做一些外观可能比较 看能不能做一些修复 还有内部的装潢 那就是把三管搬到中山堂去 那以后也可以有一个开放 我那个教育的作用 那那个部分就是今天就是刚好下午 我们学校也在开整个会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请大家订阅 谢谢 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突起来一些问题出来 就是不是学校问题 反正我们法规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心 前一栋我们是把它打造一个失灵估计 这栋我们把它作为历史建物 事实上它两个主要是分别的还是它的价值上的 前一栋的价值就是说台湾首创的一个公务学校 然后呢它保存的原貌 至少外观还有原貌比较多 那这栋呢 事实上在1916年就大修过 事实上在后半部的部分都是重建的 那只有这个门厅的这个还是比较把原来的价值 所以我想如果历史建筑在登陆的话 我们在这个登陆的理由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稍微详细一些 到底它登陆理由 比方说它这个语批 它是原的原貌 让我们实实它有它的价值 那在这样的话 他们以后要去做维护 或者它是再利用的话 哪部分可以拆哪部分不能动 那它就很明确了 不过的话我们现在也是跟古希一样 很含红的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很担心他们再去做的话 可能他觉得这个大空间 没法用留下来 前面这个门厅太小了 把它扩大了 糟糕了 那他原来家庭完了 那我想这一点 是不是提出来 看看大家有的问题的 谢谢 好 谢谢袁教授 袁教授 主席 各位 大家好 我想其实想复议刚刚薛老师在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先把一些基本的标准 先把它列出来 作为后续的那个再利用的时候的参考 那另外我是想建议 校方也许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目前文献会已经要去整理 这样放的这些文物的部分 那是不是也透过学校以及里长那边社群的 社区那边的期劳或怎么样 先去一起也把一些 也许有一些口述历史或是什么样 然后一起把它做起来 那这个将来在这一栋 也许将来作为一个展示或陈列馆的时候 可以作为这个里面的一些软床资料 我会说只是有硬体修复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这个看起来 假设今天30银行 我刚刚讲教育军的文化决定去看 他也许将来的公共性 是比较 会比较有可能有一些公共跟对外开放的部分 那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就从学校整体的这个动线 还有周边的那个环境 也许在将来在下一步在讨论的时候 可能已经要开始考虑到这个开放性跟那个 这个出入口的这些的问题 可以整体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那这些资料 未来也可以作为学校 作为整个特色教学 或者是教案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也许可以做这方面的参考 好 谢谢 如果哪位老师要发表一些 这两岸的公告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 这两岸都漏了第一项 古迹也是 法规本来漏一些 然后 这个历史建筑是第一款 第三款 第四款 古迹是第一款 第二款 第四款 两个不太一样 最近所有的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案子 最近行政院 书院会也好 到行政法院也好 通通要求说 我们要一款一款来写 不能喊不隆通 水略写 然后呢 写的理由 跟事实 一定要考据正确 那我们前几天有去 那我们前几天有去 激南路 刪掉我什么 那个案子 然后呢 就说我们 行政法院说什么 没有考据 送出于哪里有去租过 租如此 后来我们 考证的结果是有的 也许答辩的时候没有清楚 所以行政法院就会把我们撤销 所以我们都要 什么几年 几月几日 什么的 这些都要弄得很清楚 然后写上去 一款一款的写 这样 才不会被人家质疑 这案子应该是 比较不会有 那个 诉讼的问题 但是还是要写清楚 谢谢 好 都把根据委的意见来做 后续修正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是按理办意见通过 好 下一案 这个 这个 感谢各位委员 那在这个案子上面的支持 那我先 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局长 因为在上次的一个文字会议上面来讲 谢局长主持这个 这个 会议 我虽然跟谢局长也是好朋友 但是我是有点不太满意 这个是历史之要错误 那显然这次是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更正 那 当然我们做一个文化守护者 跟老师委员的角度会有点不大一样 那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希望做 公会堂它是 如果说 我们在文件保存立场 如果我们尽量帮他 争取古籍的身份之后 我们会尽量去争取 那我有个个人的一个看法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公会堂 他比 市民公会堂竟然比中山堂来的时间早 那这个事情 就会让我们去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以台北市的都市开发史来讲 理论上 应该要在这中山堂 在台北的中山堂要早一点 那什么条件让他比较早 我一直 没有去做太大的一个考试 但是我看了一下李老师的书 那我一直 我自己做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 就是说市民的文风 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市民文风里面 大概我以前跟那个超永和老师接触 那超永和老师他小时候 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这个 读书馆上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二楼是读书馆 也就是说他会跟其他的公会堂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们也是说市民这边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读书风气 所以这边的一个 几个大家族几乎都在这边 然后他们曾经在这边办企业办一些活动 那这个对地方的历史来讲 他们的价值意义是非常重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也知道说 他的一个局部外观 他有被改变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到底能去做什么样子的复原 那我记得我以前上过学校老师的课 手续老师告诉我淡水红豆 本来那个外观里面的设计是怎么被改掉 那我们也去做一个最大的复原 那我看到了清水国小的状况 我一直想要说 我们能尽什么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站在教育的地上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在看到了这个学校 他是跟一哲修二有很大的关系 那提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到底一哲修二对台湾 我刚才讲出了音乐 美术 语乱 那我就开始慢慢的会发现到 他对台湾人的近代教育上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最主要是说 我看到台北教育大学 郭北市 士兵医师 到子兴国小 这跟一哲修当时的一个 所谓的教育政策会有关系 所以我是认为说 如果从一个大角度来讲 或许我们尽量的让他升格到鼓起 那我也看到士兵国小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们的保存状况没有很温温是 我觉得说市政府要保存文化资产 既然建法题166条 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我想说尽量让我们的这样子 市政府可以有这样的更好的调节 谢谢 好 刚刚之前的一个距离应该是要拉升到 其实这样的层次吗 不知道各位我也有没有其他的委员 这样 我们大概刚刚黄委员他的意思 就是我们去看一个东西 在济南路那边 然后后来我们大概因为看的部分 其实第一次进去看的时候 大概也没有让我们进去 然后后来才进去 我要讲的是 那后来这个事情 让他的所有权人就闹到法院去 就说我们大概理由的部分 写的东西超过我们看到的东西 所以法官也才行 就把这个事情判我们失败 那刚才其实薛老师跟几位老师 包括黄老师建议的 还有提报人建议 我觉得这样 应该还是就我们现况外观看到的部分 去描述 那描述完的时候 其实文化之盘法 现在第18条也很清楚 历史建筑、经验建筑 不管在灭失减损或增加其价值时 它都可以变更或是更改其类别 就是说将来其实还是要做调查研究 跟修复再利用计划 那时候会很清楚 那也符合法规的规定才来做出 不然任何人都可以质疑 我想刚刚根据几个委员 还有提报人的意见 我想纳入我们在后续做研究时候的一个参考 如果可以有比较确确的职任 我们后面还可以再来考虑 是不是要提升他的文字的地位 好 那本来通过 那我们继续下一案 那因为我们原来预计的第三案 原来是3点10分 那相关的单位还没有到 我们先插入我们的一个补充报告案 那是针对那个106年私有国化资产补助案 经常门迹资本们补助经费办理情形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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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私有文化资产补助案 金常门跟资本门补助经费办理情形报请工件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0条规定办理 本市议会核定106年度私有文化资产的经费 资本门的部分是1000万 金常门的话是316万7300元 本案在105年11月30日截止收件 这次提出申请的有资本门五案 金常门四案 金千准专案小组由李前朗委员 张坤正委员 民副国委员组成 在105年12月26日召开资本门线刊 跟金常门审查会议后 分配结果说明如下 请各位委员相参附件一及附件二 合定的情形是 资本门是合定补助美投英松阁 紧急抢修计划第三区 以经费概算数350万元私人类别补助 补助额度80%280万元为上限 第二案是 合定补助成德新唐修缮经费补助计划 出土融住及石碑安置火化 经费概算数是100万 以工艺团体及祭司工业类别补助 补助额度40%以40万元为上限 第三案是 合定补助大道城千秋街电屋 贵德街51号修复栽利用工程第二期 以经费概算数375万 私人类别补助 补助额度80%以300万元为上限 第四个是 合定补助盟甲朱镇江军庙 靖德工修复工程案 经费概算数为350万元 考量 朱镇江军庙现在已经进行募款 修庙募捐作业 但是成效裁员有限 所以 依前述经费概算数 补助额度提高100%以350万元为上限 第五是 合定补助历史建筑普天生故居台风灾害緊急抢修工程 经费概算数为375000元 以私人类别补助 补助额度80%以30万元为上限 经常门的部分 第一是 合定补助超北医院文物清点及管理委屋计划 经费概算数是40万元 以私人类别补助 考虑所有权人经费籌措困难 补助额度提高100%以40万元为上限 第二是 合定补助装协发 港丁文石讲庭年度展示及讲座及网站建制系列活动 以经费概算数65万元 私人类别补助 也是考量所有权人经费籌措有限 补助额度提高100%以65万元为上限 再来是 合定补助万华林宅展示空间活化计划 以经费概算数1625000元 私人类别补助 补助额度80%以130万元为上限 第四是 补助美投营松格调查研究与测试工作计划 以经费概算数1021625元 私人类别补助 补助额度80%以817300元为上限 那也是考量预算执行跟补助效益 在上述的补助案 如果在106年5月30日没有具体成效 例如 稍微提送修正计划 跟过于本局签订行政补助契约 本局就会是情节轻重撤销废值 或纳入后年度补助评估 那这次补助分配完以后 以全数分配完毕 无余额了 这是整个经费分配的情形 你办 你请同意备查 结束核定的补助结果 征配结果 会将公布于本局网站 报告完毕 好 针对以上的这些补算 各位委员有没有指教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同意备查 跟主席报告 因为我们提案3 跟提案4 还有报告案的 建筑团队跟相关单位都还没有到 因为我们原理表定的时间是3点10分 之后第三案 那我们大概省得蛮有效率的 可以提委员会还是休息10分钟 好 好 谢谢 李毕老师 刚刚的报告案 所以补助的经验太少 因为补助的经验太少 因为补助的经验太少 是增加的经验 就是刚刚民事报告案 有个补助案 总经验就是这样 就是跟大学很多单位还要 或是不能太少 要 这边的预算的时候 今年度我也没机会 是 跟局长报告 其实今年大概 呃 不要有色的意思是说 当然私人的补助的经费 需求量比较大 那我们现在其实市里面 不管股计利益 各类别大概已经达到400多出了 所以我们其实那个补助的规模 大概还在五六年前的那个规模 其实今年在编民年度预算的时候 应该跟市场争取 要增加 那这是一个部分 私有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其实在去年修法以后 大概有一个部分说 公有的部分以后 也可以补助了 就是以后 譬如像台大 或是相关的单位 譬如中央单位 都可以申请 包括本市跟文字局的补助 所以以后在公有补助的时候 可能要另开一个项目 就是针对那个公有 历史建筑古籍部分的补助 这两个部分可能都要增加 我们今年那个 古籍修或的补助 没有卑力会三件吗 没有 那跟主席报告一下 其实今年 应该说维持历年的水平 那我们其中有一年会比较特殊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私有骨基 在家族整合的很困难的情况之下 终于整合成功了 那我们当年 就更年度才会特别匡列 比较多的预算 比如说像其中一年 就从一千万的资本们 以扩编到三千万 那原则上市议会都很支持 市政府有关这个补助私人骨基 修复的这个预算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就是会在今年边 明年的预算的时候 针对公私有再作与扩编 这样子的一个预算 好 这根据一件 我们明年就增加预算了 好 今年两三个没有工程费 不少 就是工程费 来 李老师 来 李老师 主席各位委员 现在是休息时间 所以一下的发言 就一定无尽 那我会 我适宜用一个这个 其他的身份呢 来这边请教各位委员 也是请各位委员帮忙 这中间 一定有很多委员带金门担任过文资委员 然后绝对可以感受到金门在文资上面 或者在船舰上面 这个在 保护文资文化资产 无力的状态 因为我刚才特别查一下 我说我应该是金门的文化局文资委员的 当然委员 但是呢 为什么都还没开个会 原来是我八月才去 他们上一次开会 我刚查过 3月27号 大概是年度才开一次 所以各位委员就是什么 但他们不开也有原因 因为问题是太难解决了 干脆不管 那 刚才我听到这个副座 还有几位委员提到的问题 在我们金门呢 恰恰相反 我们是钱太多了 但是找不到东西可以修 那 而且呢 历史建筑太多了 我问说 都是 结果呢 没有委员敢指定 一指定 他就等于是等到它烂掉 坏掉 为什么一指定完毕后呢 就要进入这个文资堡 这个文资堡里面呢 来按照规矩来修 最近在议会被问到 有一栋建筑 这个传统建筑很漂亮的 结果呢 议员不断的在催 可是呢 文化局说 要四年以后才可以开始修 那所以呢 三年以后才开始修 大概四年以后才修得好 那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完蛋了 那前面 前面一个台风 莫兰蒂啊 把一些好的房子都吹掉 我想李老师会最觉得可惜 因为他当初画的一些 这么多建筑恐怕都已经找不到了 那因为那都是老幽漂亮的 所以我一再想思考 因为我们建筑 我现在的建筑局 建筑处服务 我们建筑处有钱 有一亿在那个地方 假如我们开始发挥这什么 这个开始修的话 至少三栋五栋修得起来 但是呢 话说 我们虽然有钱 但是没有办法去修 所以这部分也没有时间 我甚至于有个想法说 干脆在文资会的会儿上去想说 你先不要 先把它解除这个文资的身份 让我们修好以后 你再把它恢复这个文资身份 但这当然是不太可行 有法治委的一定会拿我 但是呢要怎么办 我们是要通知文资局 通学经文 对 我不懂啊 为什么他文化局要什么三五年的 他需要经过调查研究啊 调查研究大概要半年到一年嘛 然后呢 再做这个什么责管计划 然后测绘啊 等等这些 等到可以真正开始修的时候呢 就大概去了三年 第四年就开始修 修大概很快了 可是呢 话说回来 很不积极 因为这事情摧毁不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是寻求各位委员 给我们一些帮忙 因为我们是想做 不过来